10万起步去选择家用SUV 那么就看这五款车型 不仅卖得火而且质量可靠 首先第一款车型是长城哈佛H6 当然哈佛HU有二代版本车型 以及三代版本车型 二代版本车型是不足10万起步的 三代哈佛H6是在11.29万开始起步 目前在市场当中比较走量的 还是它的三代版本车型 当然二代版本车型也有着较好的销售成绩 在上个月哈佛H6又拿下了第一名的销售量 33,318台的销售成绩 这款车在目前又推出了新款版本车型 主要是在动力方面有所下调 这款车它本身匹配的就是 1.5T渦轮增压发动机 以及169匹马力 新增版本车型叫做乐响版本车型 把动力下调到了154匹马力 这款车的落地的话大概是在13.4万左右 虽然说增加了这个版本车型 但个人并不是特别推荐 其实还是比较推荐于它的169匹动力的车型 我们还有一些朋友想要更好动力的 那么这款车也有2.0T的动力是可供选择的 匹配的当然也是7档失式双离合变速箱 211匹马力325牛米的动力 如果想要更好的一个性价比的话 那么可以看一下它的国潮版本车型 国潮版本车型其实就是二代哈佛H6升级而来的 并非是柠檬平台 只有第三代的哈佛H6才是柠檬平台的产品 第二款车型是长安汽车旗下的紧凑型SUV 长安CS75 Plus 目前这款车已经是刚刚更新到了第二代的车型 2022款第二代车型 第二代的车型变化比较大 它的整个中网变了 而且内饰中口台做了优化 更加具有层次感 车身尺寸也加长了 加长了10个毫米 除此之外 在动力方面配置大大提升 原先1.5T的动力匹配6AT的变速箱 取消掉了 现在全系车型都搭载全新的南京N1系列的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以及8AT的变速箱 你说吸不吸引人 动力方面有原先的178匹马力 提升到了188匹马力 265牛米 调效到了300牛米 已经普遍是属于长安汽车旗下的这种动力调效了 这款车在上个月还拿下了32122台的销售量 目前在售有6款车型 官方制造价12.49万到15.49万售价区间 刚刚上市 所以说是没有什么优惠的 而且这台车 它在2021年全年还拿下了274742台的销售量 目前长安CS75plus累计已经突破到了150万辆 在售有6款车型 3款是1.5T的车型 3款是来京2.0T版本车型 2.0T的入门的尊贵版本车型 落地大概是在15.8万左右 第三款车型 长安CS55plus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 长安汽车现在已经这么火了吗 是的 连续两款SUV成为爆款车型 这款车在2021年全年还拿下了136,985台的销售量 在上个月更是拿下了29,851台的销售量 它目前是属于一代车型和二代车型同时销售的 相对来说基本上都是以二代车型为主 二代车型官方制造价是在10.69万到12.19万 二代车型总共是有三款车型 匹配的动力都是南京N1系列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7档10式双离合变动箱 188匹马力300牛米的动力总成 相对来说 它的一代车型动力方面会较小一些 可能很多地区压根就已经看不到一代版本的车型了 长安CS55plus它的定位是一款紧凑型SUV车型 在车身尺寸方面要比长安CS75plus要略微小那么一点点 但是相差并不是特别大 它同样也是四轮独立悬挂 麦弗逊式独立悬架 以及多连感式独立悬架 全新的二代长安CS55plus呢 它在整个的颜值配置方面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 都还是属于能够完全满足使用的 第四款车型日产肖克 相信海东朋友对于这台车也较为熟悉 目前它已经是完成了改款 全新2022款的车型 肖克在目前确实名气越来越大 主要还是因为三缸起峻不给力不争气 三缸起峻自从出现之后销量一级下滑 导致肖克在销售成型方面不断提升 上个月更是拿下了20486台 以前的肖克仅仅只是8000到1万的销售成型 非常稳 现在已经突破2万弹了 目前在售有四款车型 官方制造价15.49万到18.89万市价区间 而且具备优惠 一直以来肖克都有着较好的优惠 大概是在1万到1.5万 实际上还是要再更高一些的 这款车它匹配的其实跟老款的齐骏是一样的动力 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模拟器的CVT无极变速效 151匹马力 194牛米 百公里综合油耗在6.22 虽然说这款车它定位是一款几凑型SUV 但是更多的偏向于是入门级的车型 虽然说它在配置方面并不是特别夸张 但是满足于我们很多朋友的用车需求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标配了5英寸的仪表盘 小车记录仪 9X的出口评等等 第五款车型 上汽大众的图越 这台车同样在市场当中有着非常不错的受众群体 以及关注热度 它在2021年这款车总共是拿下了132,255台的效率量 在上个月也是拿下了18,927台的效率成绩 目前在售有9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16.58万到22.38万 众所周知 大众系列的车型在市场当中 它的优惠还是表现比较不错 这款车优惠大概是在2.7万到3.1万这样的一个优惠区间 或许某些地方会更大 也可能会更加偏弱一些 这台车匹配的是两款动力总车 都是大众家族化的一款动力 黄金动力 1.4T涡轮增压发动机 7档干式双离合变动箱 以及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7档湿式双离合变动箱 186匹马力 不过这款车它的2.0T版本车型并没有具备高功率 这一点略微是个遗憾 在燃油经济性方面 其实1.4T车型就能够满足我们很多朋友的家用用车需求 综合油耗在5.9升 在市场当中 它的1.4T次低配舒适白北车型还是较为走量的 落地的话大概是在17.6万左右 这五款车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 作为家用的一款SUV车型是比较OK的 它们在市场当中卖的确实比较火 而且质量方面也比较可靠 整个市场当中的保有量也比较高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后续的一些问题 其实在用车方面还是有着更好的便捷性的 不管车卖的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款车能不能适合自己使用 自己以及爱人甚至孩子喜不喜欢这款车 如果大家不喜欢 它卖的再好也和我们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卖车一定要喜欢试用就可以了